怪物瞄准一只正在狂奔的小兔 就在狗绷命悬一线之际 强哥及时打掉了怪物的面罩 导致瞄准点偏移到了一棵大树上 等怪物扣下班机时 钢钉竟然来了个360度急转弯射到了树上 把怪物气得疯狂的朝强哥射击 原来钢钉的着落点是由面罩所控制 怪物见状迅速捡起面具并戴在了头上 就在他再次瞄准强哥时 大漂亮突然朝怪物怒吼一声 强哥瞅准时机一跃而起 猛的将长毛插进怪物的心脏 强哥落地后疯狂的射减 可这怪物根本杀不死 他强忍剧痛将长毛裤齿掰成两截 但强哥如战神负虑 疯上去对着怪物就是一顿狂暴输出 搞得怪物不得不起动了隐身模式 强哥以为怪物已经逃跑了 不料下一秒 怪物就给他来了个透心凉 大漂亮瞬间被吓傻了 眼看着怪物正朝他缓缓逼近 强哥只好用尽最后一口气抓住了怪物 愤怒的怪物举起长毛彻底了结了强哥 等怪物再次回头时 大漂亮已经不见了踪影 晚上大漂亮设下重重陷阱 是要为惨死的强哥报仇寻